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持续性的精进也并非意识 还需要从镜挂六个窑的细节出发 那么镜挂的六个窑各自都代表着什么呢 我们又应该怎样运用其中的道理去了解自身 完善素养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 易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 宽以待人 镜挂是一个开明的时代 所有有志气 有理想 有报复 有能力的人 都应该求上镜 但是要怎么样才能够有好的成果呢 你就要把六个窑仔细地看一看 这六个窑里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部分 从初六到九四 这四个窑 你可以看作 人一步一步求善尽的那个过程 它是有些变化 有些不同 而六五窑跟上九窑呢 你可以把它看作 就是领导他怎么样用人 他的气度如何 我们从初六看起 初六他不单位 你在晋的时代 你一开始就应该很积极 很奋发 很努力 比较刚健 可是现在是阴遥 阴遥也没有错 因为在这种好的时代 你一定要顺着走 所以他才会用阴遥来摆在 镜挂的开始 你不要太强硬 不要说非你莫术 你还是用退让的方式来求静 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姚词怎么写的 静如 摧如 静如 摧如 就是受到挫折 为什么静的时代还会受到挫折呢 因为初六上面 有六二 有六三 他们都给你挡住了 你感受到 这个行业是你初创 初创有初创的困难 前往古人 那里一切都在摸索 如果这个行当已经很多人了 那前面人都摆在哪里的 你一定是受他们的排挤 那怎么办 增挤 就是你都要把他看成是好事 为什么 因为初六 他跟九四是相应的 那相应你九四应该来帮我忙啊 你看我这么个大友谊的青年 你又赏识我 你怎么不提报我呢 因为时机没有到 他不方便出手 再加上这个九四啊 他人品不是很好 他要么要收你红包 要么看看你的背景怎么样 他有很多的盘算 那你怎么办呢 你就要告诉自己 我是还没有得到人家的信任 又干出来嘛 人家对我不了解嘛 那我要怎么办呢 我叫欲无揪 欲就是自己给自己宽裕一点 自己给自己缓慢一点 心宽了 路就广了嘛 你就无揪了 你看跟一个年轻人出来的状况 是一样的 你不要认为说 你看我学有所成 我又想好好做事 你就应该给我好的工作机会 不见得 第一个 你所学的正好人家不想用 你当初选这一行的时候 是觉得这一行是热门 可是当你毕业的时候 他是快要走下坡了 甚至已经根本就不见了 那你要怎么办 你看小巷 浸如 吹如 吹就是有一点吹长的味道 就是挫折的意思 因为哪一行都是阻碍重重 哪一行都有比你先出道的人 那你怎么办呢 你要独行正野 独就是专的意思 专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心安理得 这既然是我的专长 我当初要走这条路 那我就是这样走下去 不要动张希望 什么都行 什么都要 那不可以 第二个呢 你更是要专足以正 所以叫做独行正 就是说我要正当 我一时找不到 没有关系 其实啊 我倒是劝年轻人 有时候找不到工作 对你是好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一毕业 就找到工作 而且大爷很好 所有人都会对你很好 你可能一辈子 就在哪里 然后一直到退休 你这里也碰壁 哪里也碰壁 你就知道说现在糟糕了 工作不好找了 你就会提高警戒 然后你进去以后 就会多学习 你就很认真 然后你会看 哪里才是你真的要去的 你会去选你要去的地方 这个就叫狱 狱就是很安狱 我进退都很安狱 我不受眼前的情况 所困惑 我自由主张 所谓无咎 未受命也 你在近的一个初遥 你哪里有什么正式的任命 根本没有 大家看你 只不个新近的人员 大家看你 根本还找不到工作 大家看你 完全没有工作经验 那你还有什么正式的任命呢 所以你如果能够这样想 你就怎么样 你就自己心框 然后你就自己不会急 然后你就会谅解别人 你就会宽以待人 然后回过头来 再检讨 我是不是去面试的时候 有什么点不对 是不是我写那个 求知书上面 写得不妥当 然后你慢慢去把它调整 你这一关就过了 静挂的初六遥告诉我们 在人生发展的初期 要有乐观的心态 放宽心胸 专注于正道 并发挥自己的专长 长久以后自然就会有人关注 自己的人生之路 也会越走越宽 可是当人生之路困难重重 并无人相助时 六二遥又告诉我们怎样做呢 六二遥 静儒 愁儒 征集 你是感觉到怎么有人在阻碍 怎么有人在打击我 经过一段的挫折 你还是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你的心情就开始愁起来了 糟糕啊 是不是整个行业真的不见了 是不是我学的技术 从此不再有人要了 你会愁啊 那你为什么会征集呢 就是说如果你心境调整得好的话 你会宽宜待人 然后回过头来 严以了解自己 改善自己 那就是静挂的主要的 叫做自招民德 你就整个心情就宽松起来了 受之借福与其王母 受之就是受到这样 借就是大的意思 借福就是这么大的福分 就是因为你得到王母的帮助 你受到这么大的福气 王母是谁 六五就是王母 所以在整个经的时代 重心的就是在六五 六五给大家无限的信心 带来很好 很大的光明 大家都感觉到 我受之皆福 你从挂相看来看出来 上面是太阳 太阳主要是靠什么 就靠当中那个六五窑 因为它是火 火是要有东西给它烧 那就是六五窑被它烧 才会产生光 才会产生热 所以整个上离的挂 它的重点就在六五窑 而整个静挂 它的主要精神也就在六五窑 只要六五窑在 你就不用愁 本来会愁的 现在也不愁了 因为看看 太阳还在那里 没有那么快会晚上 我还有宽裕的时间 我还有救 那就好了吗 小象说 受之皆福 以忠正也 因为什么 因为你应居应位 你有远虑 你会看到六五 就是表示你眼光还蛮远的 你会考虑的比较长远 说我不会长期被埋目的 不会的 在静的时代 好人不会长期被埋没 就是六二窑 给我们最好的启示 当人生陷入困住时 即使无人相助 也要有信心 把眼光放长远 因为只要自朝明德 自我完善 就一定会有出头之日 然而六三窑 却又反映了 另一种人生途径 那么六三的处境又如何 在这种处境下 我们又需要怎样做 才能使事情 得到良性的发展呢 六三窑 它非常简单 众远 毁王 先看毁王 因为它是阴窑 结果你是阴居阳位 阴居阳位 多半都是有悔的 只要他心一狠 就带领 初六 带领六二 这一群阴阳 道行逆施 我管你的 在这种大好的时光 这种开明的时代 你只能顺得走 你不能逆的走 不管你是领导者 还是被领导者 只要你在这种时代 你顺得走 都是有利的 你逆的走 都是倒霉的 云 就是你的志向 你的行为 众云 就是众人 很服你 大家愿意追随你 走正道 让你变成一个 最好的人才 小巷说 众云之时 那他为什么会众云呢 因为至上行也 我想在这个进挂里面 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初六 六二 六三 一直到九四 你一定要顺着六五 因为这是个开明的时代 你还逆他 那你不是自找倒霉吗 你顺着他 你顺着他 你就有福 你逆着他 你就会后悔 你看六三 后面跟班了很多 他不会去利用他们 但是 有很多人自己找不到工作 就利用别人出来抗议 然后出来 整个讲一些早起早八的话了 他想他躲在里面 大概没有人知道 没有那回事 都会把你揪出来的 所以六三 唯一的办法就是 至上行也 就是说我向上去依附 我要附着在六五 然后我的行动 就会得到大家的复印 那我自己本来有后悔的 现在也消除掉了 没有了 你会走劲道 尽管处于六三窑位置的人 可能会有困住 但是只要走正道 顺从事物发展的规律 同样会避凶趋吉 然而劲挂的九四窑 却又反映了另外一种人 神居高位 却学意不惊 并且野心勃勃 那么这种人又该如何调整自己 才能避免惨遭厄运呢 九四就开始进入了丧梨 进入十鼠真梨 这种老鼠 它什么都要 但是它什么都不精 就好像我们讲一个人说 样样都会 但是将剑都稀松 没有一样是金的 像这种人蛮多的 九四它柔弱 因为它是柔味 它是阴味 可是你又钻得很干强 你要去做那种挑中弹的行为 这就好像你是实属一样的 贪恋全世 是嫉妒贤贤 贪得无厌 这种人 真理 真理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改变 你如果不改变 你是很危险的 真在这里 这解释坚持 我好不容易混到这个地步 才发现糟糕了 下面的人一个一个比我要有专业 我什么都很稀松 经不起考验 怎么办 我就赶快制造民德 赶快去找人请教 其实你也可以向年轻人 你请教 有什么了解 三人行必有我师 你向谁都可以请教 不用爱那个假面子 你很快充实自己起来 虽然不单位 你也不会失职 现在你不是 我就这样 怎么样 我就混到九世了 你们有个办法吗 那个就真的很危险 所以叫做利 真理的意思就是告诉九世 你这个样子 你是因为环境很好 你是因为机会被你逮到了 所以你冒出来 大家现在都看到你了 你要好好的调整你自己 自造民德 否则的话 你再坚持这样走下去 太难看了 很危险 这样就对了 小象说 实属真理 为不当也 为不当也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除六 六二六三 那么一大堆人要上来 都是求上尽的 那九世呢 一想太好了 我就把那个六五啊 遮起来 我就把这些力量 具为我所有 这种是违反尽道的 那就叫做 为不当也 你的想法是不对的 你的方向是严重的错误的 但是 的确有很多人是这样 他认为老板宽宏大量 对我 又觉得我很有能力 因为我是羊的 他是阴的 我羊的 肯来奉承 他是阴的 他应该很高兴才对 然后下面这帮人 又都比我位置低 然后呢 又没有我这么强壮 我就来利用他们 造成我自己的恶势力 然后有一天 我就跟老板去探牌去 这就是九世 这种人 最后一定是被老板赶掉的 静挂体现的是黎上昆下 阳光普照大地的景象 然而现在静挂的下挂三窑 抑郁而不得志 而九四窑更是蠢蠢欲动 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 作为挂主的六五窑 又应该采取怎样的做法 才能既不会影响到内部的和顺 又能够实现整体大局的持续发展呢 六五一开始就告诉你 他是悔王 他没有一点后悔 因为他本来应该九五 现在他都能够放下身段 他能够以大事小 包容各色各样的人 这叫做无为 一个人能够无为 他一定有他两把刷子 要不然他敢这样 他这么放得开 诗的无序 他没有忧虑 你看《易经》他都用诗德 他很少用德式 他都用忠实 很少用始终 就是希望我们不要老万一个牛角尖去转 偶尔要转回来 你又看到另外一面 他是这个勇士 一个六五 他在近的时代 他这样做是合理的 所以他不必去顾虑这些烦恼 你九四再怎么样 我心中有数 你好好做 我不会打击你 你不好好做 我要收拾你 那是很容易的 所以你看 网机无不利 整个的窑池 就是六五窑最后 你怎么去走 都是吉祥的 没有什么不利的地方 你看 他是初六 六二六上 都能够附着他 就是说太阳 是普照大地的 大地为什么能够 宽育 能够不急 能够对这个时代有信心 就是因为他们都看到 太阳还在哪里 他不急得要下山 给我们比较宽育的时间 我们一步一步来 不用急 所以小象说 师德 物学 网友庆言 为什么他 能够 得也好 师也好 对他来讲 他都用不着有利 是因为 你怎么走 都对六五 有利 他可以很放心地 把责任下授给底下的人 我们是把责任付给他 权还是抓在六五手上 那就对了 责任可以下放 权力一定要集中 不能分割 一分割就出大问题 城下得到授权 他就会越权 城下只有责任 他只有全心 把工作做好 你没有权力可言 六五 他本来是不单位的 可是他 没有一点后悔 为什么 因为他在那种情况之下 他一切都很清楚 他怎么会一切都很清楚呢 就是因为他 制造民德的修养很好 他心智肚明 但是他知道 他如果很精明 你们不要想骗我 我什么都知道 他就无人可用 所以为什么我们把这六个谣词的总题目 叫做宽以待人 就是这个意思 你要苛刻 你要样样都追求 你真的无人可用 因为天底下没有完人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我不是糊涂 我心里清清楚楚 你少给我过分 你在可以合理的限度里面 我让你有弹性 你才方便应变 但是你如果超过那个红线的话 那我一出手 你就没有了 他有这样的一个实力 有这样的本事 所以他就无所谓的话 你们好好做就好了 我也不会计较那么多 作为整个进卦重心的六五谣 因为有着很好的修养 能够自招明德 并且宽以待人 所以身居这一位置的人 就已经具备了很好的领导风范 然而上九谣的处事方式和六五谣 却又恰恰相反 那么进卦的上九谣 又给我们哪些警示呢 上九进其角 他就是来到这个进的极端 进到已经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 就等于钻牛角尖里面去了 上九一方面十位 他不当位 因为这是阴位 他现在是阳居阴位 一方面 他已经过了六五这个阶段 这个在一进里面 叫做既十位又过终 你很偏见 你很偏激 你找不到合理点 那你怎么样 那就制造内乱 就制造内乱 为什么你要制造内乱呢 就是你要找借口 要排除一击 所以你就说你们这样不对 那样不对 你们这是内乱 所以我要征伐你 我要讨伐你 唯用伐义 义就是封地 封给你这块地 封给你的块地 你们要好好干 现在没有啊 你们搞得这么乱 怎么办 我收拾你们 所以他就等于制造内乱 又名正言顺 那这样为什么叫立即 为什么又无究呢 就是说你如果及时改过 我及时调整 一调整就没事了 那为什么下面又加上一个真令 就是说你如果坚持 你要这样做 要制造正当的理由 然后来排除一击 来制造内乱 那你一定是令 一定是路越走越窄 到最后是无路可走 小象说 唯用伐义 就是说你如果不能以德夫人 你只能以利夫人 最后一定导致内乱 道未光也 这就表示什么 表示制造没有光大 上九跟六五相反 它是逆得来 就是道未光也 六五是顺着走 就是道以光也 六五 它轻松一块 它能够放心的无为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每一次大放光明之后 就会变成黑天暗地 所以下面一挂 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 叫做明夷挂 夷就是受伤 那个明本来是触地上的 现在掉到地底下去 受伤了 不能发光 其实不是这样的 只是看着那个现象 是这样的 太阳也不会掉到地底下去 可见明义还是有救的 大家了解那个状况就好 不要害怕明义的 不必怕 因为还是有路可走的 意见不会告诉我们 无路可走的 那就告诉我们 忧犯人生 人生就是有这些起起落落 反反复复 你才会真正的成长 否则就是永远长不大 所以我们还是要以欢迎的心情 来继续看明夷挂 来了解 忧犯人生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